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 如果能够遇到一个相知相守的朋友 那是很重要 尤其在广词这一段慢慢岁月里面 所以会觉得虽然路很遥远 可是你不会觉得漫长 那我觉得王永庆就是这样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课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人生逆转胜 今天戏剧第三集 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一对来宾 相视超过几年他们自己来说好了 来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刘敏老师 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接下来欢迎的是王永庆大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提到这个王大哥呢 来 自我介绍一下 您跟我们的刘敏老师相视在 在广池博爱院 我们大概九岁的时候开始认识了 对 因为我们的刘敏老师 是九岁的时候到广池 对 你两个有八岁吗 没有 我减他三岁 你比较减他三岁 对吗 对对对 好 好 我也不知道你几年次了 我五十岁 才一岁而已 你三岁而已 有一岁而已 你应该很棒好不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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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这样子讲 相视大概超过三十年 几十多年 四十多年 更久 对不对 各位 我要跟各位说一件事情 其实刚才我们的王大哥 跟刘敏老师来的时候 看到一幕好感动喔 刘老师做轮椅嘛 王大哥其实是阻的拐杖的 对不对 可是你就是 一手拿着你自己的拐杖 一手是推着他的轮椅 是 这是你们以前在相处的时候 就曾经呈现过的情景吗 是啊 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子 所以刚刚那个你们在问我 我想到三十几年前 那个上 我们在上那个高中的时候 是我们广告不爱运的对面 那经常就会 需要的时候 我就会往他推推推 推到对面去 其实他刚才说 我才慢慢的记忆有没有 浮现对 没想到还有这种 卫星感人的方法 因为我跟他比较特别就是 我们有太多的渊源跟连结 一个是广词的愿童 还有就是国中跟高中 都是同班同学 真的是不容易 其实国中那时候很害羞 但是 所以我们也很少去跟女孩子 有些什么互动 大概就是顶多跟广词里面的 女的愿童 大概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对 那高中的话 才跟女孩子接触比较多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配说 就是每次女孩子问我什么话 对 她可能问了很多 我大概都是用最简短的 是 不是 好 不好 会 我不会 来回答 对 后来慢慢到了高三的时候 对 为了让自己能够在个性上 做一些幻党 有一些改变 所以才会成立了 我们那个松伤 第一个口琴社 对 那跟王永青很特别的是 她口琴吹得也挺好的 对 那时候吹到两支口琴 大概是算我们广词 博爱院里面吹得最好的 应该是吧 你现在还有在吹了吗 没有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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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在课业上面 我想你们都会因为行动 不是那么的方便 势必要在学业上 希望可以更静静一点 未来是可以直接用脑袋刮 求生存的 对不对 所以您在念书的时候 所在行的是 我是文科比较在行 然后王永青 她是理科比较在行 尤其最特别让我到现在 还记忆有心 那因为我数学不是很好吗 所以如果不会的话 其他人教我我都听不懂 但也只有她教我我才听得懂 真的 所以她好强喔 我比较记得的是她教我文科啦 因为我文科很弱 所以 那作文就是她教我的 你教她数学 她教你作文 是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 为什么会跟她这么投缘 就是其实在广词 大部分的怨童 大家因为都觉得被放弃了 所以其实自己也把自己放弃 所以大家其实都不怎么爱念书 所以我跟王永青算是少数 愿意在课业上面去发奋图强的人 懂 是 不过我们曾经请教过刘明老师 就是他怎么样从那种 很期盼爸爸妈妈 来接他团圆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因为王大哥你说你三岁就到广池去了 这个过程当中跟父母亲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互动吗 其实都是一样的啦 因为我们就是在广池的时候 只有寒假跟暑假能够回到家里 所以当寒假暑假结束之后 父母带我们到广池的不爱院 那我们当父母要离开的时候 像我就是死命拉车 拉着妈妈拉走 不让她走 怎么样大哭大闹这样子 那个时候就这样 那以我来讲是非常感恩啦 如果没有到广池这一段 没有认识刘老师的话 可能应该没有今天的我啦 有这样子的感觉 是 所以后来爸爸妈妈看到你的 个性上面的转变 甚至是学业上面 有这样子蒸蒸日上 其实爸爸妈妈就真的比较放心了 对对对 在国小的时候 对 那我常说那时候还没有开窍 对那大家都以为 他除了肢体不方便的智障之外 还兼具智障 没有想到他念国中的时候 突然间开窍 然后呢 学业成绩就突飞猛进 对 那 诶 可能是因为你国小留级过 所以你才会跟我同一个 对不对 是我留级 对 不是你留级吗 当然你留级 对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 所以才觉得他好厉害 哇 说真的您提到说他功课这样子 突飞猛进 考上大学 对 而且又是高材生 哇 他现在小孩都比我的小孩大好多 他小孩都已经开始工作了 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道路上 如果能够遇到一个相知相守的朋友 那是很重要 尤其在广词这一段漫漫岁月里面 所以会觉得虽然路很遥远 可是你不会觉得漫长 对 那我觉得王宏庆就是这样 所以即使我们最近大概有十几年没见面 可是见面的时候还是一见如故 完全不会有那种 很陌生啊或怎么样的感觉 了解 不过我觉得在广词 因为大家的际遇都很雷同嘛 所以一定也会看多了 有些人是很正向积极的 比宁拉或是王大哥啊 有一些人可能他就一直沉浸在一个 比较负向的情绪当中 你们在那样子的一个到高中的 高中之前的阶段 有没有也试着希望可以帮助里头的一些 你觉得很希望拉他们一把的朋友 其实在广词里面 毕竟还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没有办法争夺自己对 自己那种自卑的那种心态 那像刘大哥跟我 我们其实有种乐观态度转变的 并且还是少数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 在广词大部分的愿童 都会觉得残障 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阻碍 就好像是一个大石头 永远都跨不过去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朋友 大家彼此鼓励 然后彼此扶持的话 两个人的力量 一定更容易把那个大石头推开 真的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画面 本来一个人慢慢地往前 你也是慢慢地主 对不对 结果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两个走路的速度 有多快吗 其实我还真的蛮感动的 而且一路上 是有人陪伴的感觉 对不对 要跟他互相讲的 走得快也好 走得慢也好 就是有些人在 你最后面跟你说话 对 做伴 对啊 他说我才想这个画面 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拍电影的话 这个一定要放进去 的确是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流明的格言 命是失败者的借口 运是成功者的签词 所以你要如何面对你的命运呢 今天他们两位的分享 一定可以让你想一想 转转你的命运 请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也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谢谢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我有时候会利用 非平常服务的时间 另外再找时间 对 会自己去 那流明啊 还有其他几位这个比较大的 就会告诉我们每个孩子的习性 有时候我去逗孩子的时候呢 他说 奇怪怎么会 我都会知道一些 可以跟他们互动的方式 我就有个绰号 小朋友帮我取的 叫做老狐 老狐狸嘛 后来知道说 流明是我的这个 这个军师之后 他的绰号叫做小狐 对 这个被我们知道